嘉义县政府上周发布新闻稿 指出近期营业粉丝密度急剧上升 一张黄色粘纸虫数超过50只 以达预警标准 呼吁农民加强防治 营业粉丝是一种常见的害虫 常吸食瓜类、番茄等作物的营养液 导致作物生长不良或死亡 并且还会传播植物病毒 对农民的收成影响极大 粉丝是属于小型害虫 它的耗发的季节就是 单旱没有下雨的情形下 然后温度高它的密度就会上升 其实今年的一个下雨的状况 并没有很明显 就是它都是属于零星 没有很长期的下雨 所以它的田间的密度 当然就是会上升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飞气源 还有一些杂草的管理的部分 如果田间没有做好的话 它也会造成它的一个族群密度上升的趋势 除了透过新闻稿通知各个农业单位与农民 政府和农会也常举办讲席会宣导害虫防治 大多农民平时就有防治害虫的观念 农药基本上有几个管道可以知道 第一个就是农事所或者是农改厂 他们上面都有瓜果类的推荐用药 那我们会去看 看有哪几种可以用 然后甚至问同样比较有金面的农屋 最直接的就是问农药 直接买的时候跟他问 问大家都用什么来防治 营业粉丝影响作物生长 对农民收成有很大的影响 做好防治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作物 也防止害虫扩散造成更大的危害 中正一报 徐伟哲 郑孝良 嘉义线报导 请不吝点赞 郑孝良 嘉义线报导